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好 您好 请问为什么你会加入Coreway呢 因为Coreway没有Basic的 因为Coreway时间比较自由 然后之前你做Basic的一个月是多少钱的 之前Basic一个月差不多3000块左右 赚到来差不多2000多 扣到了EPF 现在你做Coreway没有Basic的话 你一个月的收入是多少呢 如果是FIDER WS来讲 一个月差不多整八九千 甚至去到五位数这样子 OK 谢谢你 谢谢你 Mr.你好 请问为什么你会选择Coreway呢 因为Coreway没有Basic的 你之前拿Basic的是一个月多少钱呢 之前做Basic我是没有做过Basic的工 然后之前你拿的income一个月多少呢 之前我是读书出来就直接做Coreway 然后你现在一个月在Coreway里面的收入是多少呢 大概5比个income10千 5是10到哪里呢 8千就是10千 8到10千啊 8到10千啊 好的 谢谢你 OK 谢谢你 你选择Coreway这一份没有Basic的事业 因为没有Basic能够创造嘛 创造无限可能嘛 做秀是这样子的嘛 做秀本来就是要寻找更多的用金 在你还没有加入Coreway之前 你是做什么行业还是你的收入是多少 一路来我只是做销售的 做买卖行业 做产业买卖 因为我觉得这个跟我的产业有关系啊 我可以介绍给客户啊 你之前的收入是多少 大概是四五千块 现在你在Coreway的事业是多少 平均六七千哦 嘿 想要问你 为什么你会选择Coreway这个无敌心的工作 当你的人生的事业呢 因为虽然它是无敌心啦 不过我在Coreway可以达到很多我想要的东西 实现了很多我的梦想 OK 想要问你 你之前是从事什么行业 之前我试一个微商 就卖咯 卖了很多东西 OK 那Coreway跟之前你做的微商 它的有什么分别呢 什么分别啊 就是 之前我做微商的时候咧 是可以赚钱 不过时间比较长 我需要一笔钱去捕货 囤货这样子咯 然后在Coreway不需要 基本上是说不需要本钱啊 不用本钱来囤货啊 之类的会比较轻松 你在Coreway赚取多少的收入平均 平均啊 是有上上下下啦 不过一个月都会有超过7000 OK 谢谢你 谢谢 也可以 好 我想请问你一下 为什么你会选择Coreway这个行业 当成你现在目前的行业 来突破自己 让自己有更好的发展 OK 我想请问你哦 你跟之前的行业相比啦 你觉得有Coreway跟之前的行业有什么分别呢 之前呢 我有做过保险呢 有做过那个银行街啦 所以Coreway它给我一样东西就是 它是no limit咯 就是它可以给我achieve我想要的东西 所以每一个月我都可以维持到 可以超过我想要的figure 就它是unlimited的 然后Coreway呢 它给我们很多event 给我们很多平台 可以发展自己想要的东西 OK 我想要请问你哦 跟你现在的 跟你之前的行业啦 比较啦 你在Coreway 刚才你说的 你在Coreway现在平均收入是多少呢 嗯 我现在做 其实我做Coreway五年了啦 所以我平均的收入都是有超过5个的 5个就是一万以上啦 yes 好的 谢谢你 嗨 OK 我想问你哦 为什么你会选择Coreway这一个行业 当作你的事业呢 嗯 因为我身边是有朋友 然后也是有身边人是在做Coreway的 然后我是知道Coreway是能赚钱啦 所以我就加入Coreway这个行业 OK 在你before加入Coreway的时候 之前那个行业你是做什么的 然后跟Coreway它有什么不一样的 哦 呃 呃 呃 然后加入Coreway之前我是做Maxist的 所以Maxist的呃 是一个supervisor 然后加入Coreway过后 呃 薪水是跟之前做Maxist的supervisor的 那个职位是真的有很大的分别啦 OK 你目前在Coreway赚取的呃 目前是有多少呢 呃 目前的话平均是大概有 呃 九千以上每一个月 九千以上每一个月 嗯 好 谢谢你 嗨 你好 我想要问你 呃 为什么你会选择Coreway 这一个行业当作你的事业呢 嗯 当时候我是呃 没有方向 然后找的工钱也是很少 那我找的工钱啊 是一两千块的 因为打工嘛 早不会 会有未来我看到 所以我就 在我哥哥 因为我哥哥就是在这一个行业 啊 进了这一个行业 他就拉我在一起 过后我就 私下啦 私下在这一个行业 在Coreway里面 看可不可以赚到我的未来 呃 呃 OK 我想问你哦 呃 在你加入Coreway之前 你是做什么行业的 然后加入Coreway过后 呃 还有什么样的分别 呃 那时候我之前是做冷气的 啊 就是修冷气 或者卖冷气机 那个行业 过后 呃 现在呢 我就做Coreway 我会觉得时间free很多 没有以前这样 给老板 卖时间给老板 要给老板 呃 绑着我的自由 绑着我的时间 啊 所以我现在我加入Coreway 我觉得 啊 很好很free 加上可以找到更多的未来 还有更多的income 更大的income 想请问你一下 你现在目前在Coreway 你所赚取的 呃 的这个 收入是多少的 嗯 收入啊 我最低的话啦 之前我最低是在七八千 现在我每一个月可以 到九千到十千以上 啊 大概是十多千这样啊 啊 可以看到可以养到小孩 从我零 现在可以有一个小孩 可以买到一个物质 还有买到一个 啊 一两层 好的 谢谢你 谢谢 OK OK 姐夫我想问你啊 嗯 在 为什么哦 你会选择Coreway 这个行业 当作你的事业呢 哇 是没有底线的 上次来到中部 去做Coreway 就是一个不小心 拿着录音机的 就是SM来找我的老婆 叫我介绍一架机 接着我就介绍了一架 接着SM说 一给她 哇 这么多东西 我正进去做Coreway 做到今天 Coreway就是 准备我进去 找到钱 看到钱 嗯 OK 这样我想要再问你啊 在你 before 终于Coreway的时候呢 嗯 你是从事什么行业的 哦 我想Navanda里面 有一个档口的 这个入息都很好啊 不错啊 每个月的过万购啊 但是我想Coreway 跌过万购啊 多一个过万 你知道多好用啊 我说每个月啊 哈哈 哈哈 又是啊 OK 我想问你啊 OK 和之前你的行业 和收入 和现在Coreway 有什么分别呢 嗯 之前的行业呢 我觉得是 天天地去做 是否做伙计做 即是说假期我又不能走的 你也知道 做旅游的 如果是Coreway呢 它真的 不是不用做 它是出门玩 到20号就出席了 跟着很潜能的 打个电话 朋友喝喝酒 就有做到Coreway了 就是这样的了 好 OK 所以你开始做Core 到现在了 平均你的收入是多少 平均啊 开始第一年没多少 第一年寄你的 是六万多 今年过百 一年过百千 一年过百千 每个月有过万扣 十二个月有过百千 过百千 收入 每一年过百千 每一年过百千 来洗几好 哈哈哈哈 OK 谢谢